大家好,欢迎来到杂学馆,我是Jason 今天我们来看三个因为意外而被困在人际罕至的绝地 然后依靠忍耐、坚持或者是纯粹的好运 最终活下来重返文明社会的故事吧 1967年4月底,这张照片占领了加拿大各大报纸的头版 照片里的男人虚弱又憔悴 据说身上的味道还相当的酸爽 但是他自此成为了众多加拿大人民心理的英雄 并且得到了拒绝死神的男人的称号 他的名字叫做Robert Gautry Robert出生于1927年 17岁那年他加入了加拿大皇家空军 退役之后成为了一名丛林飞行员 所谓的丛林飞行员是指那些在没有专门的机场跑道 只需要一片稍微平坦的草地、水面或者是冰面 就可以起飞降落的飞行员们 他们专门负责在一些人际罕至的地区 进行人员或者货物的运输工作 和航空公司里那些驾驶大型客机的商业驾驶员比起来 无疑丛林飞行员承担的风险更大 遇到意外的几率也更高 Robert深知这一点 所以他在整个飞行生涯当中都非常的谨慎小心 哪怕是最短途的飞行都会对飞机进行仔细的检查 做好万全的准备才会起飞 所以他一直也没有遇到过什么意外 但是就在Robert40岁这一年 死神还是把手伸向了他 1967年2月2号 他接到了一个从Cambridge Bay去到Yellow Knife的飞行任务 按照计划整个航程用时应该是6个小时左右 于是在对飞机进行了必要的检查之后 Robert就独自起飞了 他驾驶的是一架DHC水雷型飞机 这种飞机可以在水面和陆地上起降 机械结构坚固耐用 是他这样的从雷飞行员的首选 而且一向小心谨慎的Robert 还在飞机上安装了最先进的通信和导航设备 从各方面看起来 这次飞行都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起飞两个小时之后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来 在骤降的气温当中 对飞行至关重要的转弯和侧滑指示器 还有水平仪都失灵了 这样继续在视线不好的暴风雪中飞行很可能是致命的 一向小心至上的Robert不愿意冒险 于是就缓缓地降低了高度 趁着最后一缕夕阳的光线 找到了一处平坦的冰面降落了 依靠飞机上的暖气和睡袋 Robert成功度过了风雪交加的黑夜 第二天早上天气放晴了 Robert对飞机引擎进行加热之后 就再次升空 但是这一次轮到指示方向的罗盘出问题了 按照罗盘指示的方向飞了几个小时之后 Robert比对了一下太阳的位置 才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大幅度的偏离了航向 因为这一片区域是处于北极圈的范围里 现在又是冬天 整个大地都是一片白茫茫的 他很难通过地面上的标记来确定自己当时的位置 于是Robert绝望地发现自己迷路了 在天上盲目地又飞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还是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的航向 眼看着油料表的指针马上就要见底 Robert慌了 他开始用无线电进行求救 但是此时已经虽神附体的他发现 出发前一切正常的无线电也出了故障 发出的信号相当的微弱 根本就联系不到周围的机场和调度的塔台 最后还是另一架野飞行在附近这个区域里的飞机 接受到了他的信号 那个飞机上的飞行员得知 Robert的燃油已经耗尽之后 就建议他尽快地找一个安全的地点降落 然后打开求救用的信标 这名飞行员会帮助他联系附近的机场 让他们派专业的搜救队来救他 于是Robert在一个被称为Semandry的 已经被冰封的小湖上降落了 而此时他飞机上的无线电也彻底的罢工了 他从里面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是另一名飞行员让他不要担心 只要他坚持几个小时 救援队肯定就会到了 随后Robert赶快去打开了飞机上的求救信号发声器 但是毫不意外的 他那被虽神开了光的手又一次 把信号发射器给按死了 Robert绝望地意识到 自己在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 丧失了和外界一切联系的手段 彻底的被隔绝了 而且因为他之前偏离了航向飞了很久 所以外界现在也就根本不知道他具体的位置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坚守在飞机上等待救援 还是自己尝试走出这片冰原 回到文明世界呢 聪明的Robert选择在飞机上坚守和等待 因为至少飞机上这个封闭的空间 能够给他提供遮挡风雪的庇护 而他所处的冰壶的周围 连一棵树都没有 所以走出去之后肯定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这样面对夜晚零下午时摄氏度的低温 他估计自己瞬间就会冻死 Robert清点了一下自己的物资 只有一个信号枪 一个睡袋 几袋应急用的口粮 还有一箱本来要运到目的地的冰冻鲑鱼 因为周围都是冰雪 所以饮水不是问题 Robert在心里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食物最多能够让他坚持两个月 但是他要面对的挑战远远不是饥饿这么简单 虽然他把飞机的舱门用血封住 再蜷缩在睡袋里 但是每天晚上还是被冻得直打哆嗦 很快的他的脚趾就都被严重地冻伤 这让他不得不经常仔细地审视自己的双脚 因为一旦发现脚趾上出现坏居 他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割掉它们 而另一个威胁是野生动物 周围的狼和熊很显然知道这里有了外来者 于是经常就在附近探头探脑的 估计是想要等他冻死之后上来捡个便宜 为了不让这些猎食动物离得太近出危险 Robot经常打开窗户 对着它们大吼大叫 而有的时候狼群也会示威一样地吼回来 就这样对着嚎了25天之后 狼群似乎也丧失了耐心 都渐渐地散去了 解除了野兽威胁的Robot 这才发现更巨大的折磨到来了 那就是孤独 独自一个人无时无刻都在忍受着寒冷 而且身处在冰原的腹地 面对毫无希望的等待 没有人能够说话 没有任何的消遣和娱乐 就这么瞪着眼 一分一秒地耗着 简直是对精神最大的折磨 这让他甚至都有些怀念那些 曾经在周围虎视眈眈的狼群了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很快就过了一个月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 外界的人们也都没有闲着 在得到了另一名飞行员传达的 Robot遇险的消息之后 当地官方就展开了搜救行动 很多架搜索飞机 基本上把Robot可能去到的范围 都搜索了至少两遍 就连它降落的Semandry湖也覆盖到了 但是因为风雪的干扰 再加上Robot的飞机也是白色的 在天上看起来和周围的冰雪混在一起 很难分辨 所以他们始终都没有能够确定Robot的位置 两周之后 官方宣布搜索结束 Robot可能已经遇难了 他的一批飞行员朋友们 还是不愿意放弃 于是他们自己又募集了 4000美元的资金 又进行了两周的寻找 但还是一无所获 最后他们只能够承认 在这种恶劣的气候里 没有人能够独自生存这么久 Robot肯定已经死了 直到又过了将近一个月之后 在1967年的4月1日 也就是愚人节的当天 两名飞行员Don和Glain 驾驶飞机从Yellow Knife出发 当时是傍晚时分 在飞越Semandry湖上方的时候 他们注意到湖面上有不自然的反光 似乎是玻璃在反射夕阳的光线 于是他们决定转回来再查看一下 降低高度飞回来之后 他们就发现了Robot的飞机 很快他们也在冰面上降落 然后就发现了Robot正很绅士风度的 站在自己的飞机面前迎接他们 并且礼貌地询问他们飞机上 是否还有能够容下一个人的空位 当外界的人们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还以为这是愚人节的玩笑 而在确定Robot真的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都欣喜若狂 而事实上Robot能够得救 运气也是占很大的因素 因为Ron和Glain驾驶的这班飞机 本来是计划在夜间起飞 次日凌晨到达目的地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在那天 总觉得有人在耳边催着他们 尽快地准备好 尽快地起飞 于是他们快马加鞭地整备飞机 终于在天还亮着的时候就飞上了天 而在飞过Semandry湖的时候 天上夕阳的角度 刚好让Robot的飞机上的窗户 把光线反射到了Ron和Glain的眼睛里 这才让他得救了 或就归来的Robot重回了家人的怀抱 而且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68年 Robot就创立了后来知名的 加拿大布法罗航空公司 2013年8月31日 他在家人的环绕当中去世了 享年85岁 如果一个人不幸坠机 却侥幸生还 醒来之后 却发现自己处在石人族部落的包围之中 他会是什么感受呢 几十年前的三个美国人 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 在新几内亚这个太平洋最大的岛上 虽然美奥联军基本上把日本人赶下了海 但是依然有日军的小股部队在富裕顽抗 不过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能感觉 这场战争已经进入了尾声 所以驻扎在岛上的美军也变得比较放松起来 开始抓紧时间 享受周围的异国风光 而驻扎在岛上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听当地人说 在岛中央茂密的丛林当中 居住着将近十万从未开化的土著人 他们住在森林的最深处 从不与外界接触 所以这些土著人的部落 大都还处在刀根火中的石器时代 有些部落甚至还有吃人的传统 而对于这种食人族的传说 很多美国人是不信的 但是也有飞行员说 他们曾经在执行飞行任务 飞过这些原始雨林的时候 偶尔通过地面雾气的空隙 在茂密的树林间 看见过类似于农田和房屋的建筑 说不定那就是食人族的村庄呢 这下部队里一些好奇心旺盛的人可忍不住了 他们决定一探究竟 于是在1945年5月13日 包括飞行员在内的25名男女美军士兵 登上了一架代号叫小精灵的C47运输机 飞向了一个被他们昵称为香格里拉的隐蔽山谷 这个山谷非常的巨大 有40英里长 8英里宽 为了能够看清地面上的建筑和土著人开垦的农田 这架C47运输机飞得很低 而当天山谷里的云雾又很浓 很快的粗心大意的飞行员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当他穿过一片雾气之后 就发现一个巨大的山坡就在眼前 飞行员吓得赶紧拉高机头 但是为时已晚 飞机还是一头就撞到了山坡上面 还好因为最后时刻的操作 让飞机没有直直地插到山坡上撞成碎块 而是以一定的角度在山坡上摩擦翻滚了一段距离 虽然大部分的人还是当场死亡了 但是也还是有三个受伤比较轻微的士兵自行掏出了机舱 他们是中士Kennis 少尉John 还有女兵下士Margaret 之后他们三个人还返回了机舱 救出了另外两个重伤的伙伴 随后飞机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把里面剩下的不管是已经死了 或者是还活着 但是动不了的人都烧成了灰 而被他们救出来的那两名重伤员 也没有能够坚持多久就死去了 幸存的三个人内心的感觉非常的复杂 一方面他们非常感慨自己的好运 感谢上帝在坠机时保护了自己 另一方面他们为死在自己面前 众多的战友感到非常的伤心 除此以外 他们的内心当中也感觉到非常的不安 因为山林里可能还潜伏着日军的残兵 而日军对待俘虏的残酷 美国人是知道的 而且如果那个关于食人族的传说是真的 他们的飞机坠毁又燃烧 闹得这么大的动静 附近的食人族部落不可能不来查看 而到时候他们究竟要面对怎样的命运 就不好说了 现在他们只能够祈祷 在发现他们的飞机没有能够回去之后 基地能够派出搜救队 尽快地把他们救出去吧 但是很快 他们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 一群皮肤有黑 拿着各种实质工具和武器的土著人 就出现在了附近的山林里 然后这些人就以扇形的队形 向他们包围靠拢了过来 堪尼斯忠视当时心想 这下可好 不用我们去找食人族 食人族找到我们了 而他的眼前也浮现出了 当天晚上 他在一口大锅里翻滚 而一群土著围着篝火 宰歌宰舞的景象 堪尼斯是三个人当中受伤最轻的人 自然地就护在了另外两个人的身前 而走在一群土著人最前面的 是一个面部有纹身 身上配饰最华丽的中年人 堪尼斯猜测 他应该是这个部落的首领 他迎着这个人走了过去 努力压抑着心里的紧张 控制着已经僵硬的脸部肌肉 咧开嘴露出了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幸运的是 对面土著人首领也咧开嘴笑了 然后他们互相伸出手 友好的握在了一起 看起来人类表达善意的举动 有的时候是相通的 之后在使用手势的交流中 三个美军士兵了解到 这是一个达尼族人的部落 这是他们第一次和山谷外面的人类交流 而这个部落确实是有着识人的传统的 但是那只是针对在战争中 俘虏的敌对部落的人的 而像他们这样从天上掉下来的人 他们都视之为客人 是要以待客之礼来接待的 于是土著人给他们清理了伤口 还送来了饮食 三名士兵谢绝了达尼人 让他们去村子里居住的邀请 坚持要在原地等待救援 于是达尼人每天都派人 来山坡上给他们送干净的水和食品 就这样过了四天 在5月17号 搜救飞机终于发现了 坠毁的运输机的残骸 以及躺在山坡上等待救援的三个人 随后几名救援的士兵和医护人员 就跳伞挨到了他们身边 而因为这里是群山当中 没有路可以走出去 当时也没有直升飞机 于是军方又空投了CJ-4滑翔机 来到山坡上 在所有人登机之后 靠着另一架C47运输机 用抓勾系统配合缆绳的牵引 把他们都接了出来 Maro Prosperi于1955年出生于意大利 工作是一名防暴警察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的体格异常强壮 骑马和射击的技术也非常的出色 爱好健身的他也很自然的 就成为了一名现代武象的运动员 所谓的现代武象运动 就是由马术 击剑 射击 游泳和跑步 这五个项目组成的综合性比赛 在这些运动中 Maro最擅长的就是考验耐力的长跑项目 基本上欧洲各大马拉松比赛当中都有他的身影 1994年初他从一个长跑的朋友那里听说了 需要跨越撒哈拉沙漠的摩洛哥马拉松比赛 这是一个需要跑六天全长250公里的超长马拉松比赛 是对一个人的体能和意志最极限的挑战 因为比赛环境的恶劣和险恶 比赛的承办方甚至在参赛申请书里加上了一条 那就是询问运动员 如果比赛过程中不幸身亡 希望自己的遗体被送去哪里 估计很多普通的运动员 看见这一条的时候都会被劝退了 但是Maro只是感觉这实在是太酷了 毫不犹豫的就填完并且递交了深情的表格 虽然他当时已经39岁了 体力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 但是随后他还是马上就投入到了特殊的训练当中 每天奔跑40公里只是最基础的要求 除此以外 他为了让身体适应沙漠里可能会面临的脱水状态 在平时的训练里 他就有意的少喝水甚至是不喝水 把自己的身体一次次的逼到了极限 终于在4月10日他来到了摩洛哥 进入了撒哈拉沙漠 开始了6天的比赛征途 虽然在近几年摩洛哥马拉松比赛的参赛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 但是在1994年的时候 这个赛事并不是很出名 当年的参赛选手算上Maro一共也就只有80个人 他们都背着巨大的背包 因为根据大赛的规则 所有的比赛选手都要以自己自足的方式穿越沙漠 他们需要随身携带自己的食物、衣服、睡袋、指南针 便携式的炉子 还有急救包 以及求救用的信号枪和信号弹 不过饮用水是会在沿途当中的检查站提供的 选手们不用自己携带太多 然后随着发令枪响 80名选手就一起冲出了起跑线 因为每个选手的步伏和跑步频率不一样 很快的选手之间就拉开了距离 再加上参加的人数很少 所以渐渐的就形成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长 每个人几乎都是单独在跑步的状态 而撒哈拉沙漠的气候果然是惊人的恶劣 白天的气温很轻松的就超过了45摄氏度 在阳光直射的沙子上面更是能够烤熟鸡蛋 之前艰苦训练的成果在此时显现了出来 虽然年龄偏大 但是在前三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Morrow的总成绩在所有的选手当中排名第七 算是非常优秀的 1994年4月14日比赛进行到了第四天 也是最长的一段路 足足有85公里长 选手们都做好了可能要在沙漠当中露宿的准备 那天中午的气温更是高达47摄氏度 沙子感觉都快融化了 Morrow凭借着对身体脱水的良好适应性 一路领先 下午的时候他的名次已经上升到了第四名 但是就在此时天气突变刮起了沙尘暴 而Morrow一方面是不想放弃自己领先的优势 一方面是害怕停下脚步就会被移动的沙丘掩埋 所以他在沙尘暴当中继续缓慢 但是坚定的奔跑了8个小时 他始终都觉得在朦胧的沙尘之中 能够看见前方其他选手的背影 所以他感觉自己还是保持在比赛的路线上的 晚上太阳落山之后 沙尘暴终于过去了 但是他再看看自己的前后 都已经没有了别的运动员的身影 他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 但是因为吸入了大量的干燥沙里 损伤了气管 他的鼻子和喉咙都开始出血 筋疲力尽的他 蜷缩在一层干枯的杂草后面就睡着了 早上醒来之后 他继续在自己感觉正确的方向上 奔跑了4个小时 但是依然没有看见其他选手的影子 这个时候他有些慌了 于是他爬上了附近一个大沙丘 往周围看去 但依然没有任何的人影 而且周围的地貌很明显的 在沙尘暴之后都改变了 比赛组织者在路径沿途设立的路标 也全部都消失不见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在世界最大的沙漠当中迷路了 而他身上的水只剩下了半瓶 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 Maro立刻就拿出了备用的水瓶 开始收集自己的尿液 作为应急的水源 因为在比赛开始前 举办方曾经说 如果迷了路 就在原地等待救援 于是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 他都在原地等待 傍晚时分 他终于看见一架搜救直升机 在附近低空飞过 他甚至都能够看清飞行员的头盔了 但是不管他怎么挥手质疑 对方似乎都没有发现他 而他翻出组委会配发的信号枪 发射了信号弹之后 才发现这个信号枪实在是太小了 信号弹根本就飞不高 也没有办法引起直升机的注意 就这样获救的希望飞远了 他不得不在空旷的沙漠里 又露宿了一晚 第二天 他决定不能够在原地沙等 要自己去寻找阴凉处和水源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跋涉 他终于在漫漫的沙海当中 看见了一个类似于建筑物的物体 他兴奋地跑过去之后发现 这只是一个贝都阴人修建的小寺庙 很显然的 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人来过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可以提供安全庇护的地方 于是在接下去的三天当中 Maru都待在这个小小的寺庙里 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有限的干粮 渴了就喝自己的尿液 或者在早上去舔石头上的露水 而在这期间 他发现寺庙里有一群蝙蝠 于是他设法抓住了不少蝙蝠 像荒野求生里的贝爷一样 用刀切掉头之后 就生吃蝙蝠的内脏和肉 用它们的血来解渴 几天时间里 差点就把这群蝙蝠给吃得灭了足 但是他的身体 还是因为缺少水分和营养 一天天的衰弱了下去 他在寺庙的顶上 挂上了随身携带的意大利国旗 在沙漠里用脚踩出了巨大的SOS标志 想要吸引搜救飞机的注意 终于在迷路的第四天的时候 又一架飞机飞过 但是再一次的 他没有能够发现Morrow的求救标志 这让Morrow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衰弱到了极限 于是他想到了死 因为渴死是漫长而痛苦的 不如现在就给自己一个痛快 而如果他死在沙漠当中 被封杀掩埋 别人找不到他的遗体 那么按照意大利的法律 失踪十年之后才能够认定死亡 那么他的妻子就没有办法 及时获得他购买的人寿保险的保险金 于是他决定 就在这个圣庙里自我了断 至少迟早会有人到来 发现他的遗体 于是他用烧黑的木炭 在墙上写下了遗书 然后用随身小刀割开手腕之后 就一头昏睡了过去 哪想到因为多日的缺水 他的血液已经变成了非常浓稠的状态 从伤口里流了一点点出来之后 就流不动了 再加上极度干燥的气候 很快的就让伤口结了家 第二天清晨 再次醒来的他 感觉自己也算是经历了一次死后重生 他应该用这第二次的生命 继续努力的奔跑 于是他离开了神庙 再次开始了自己求生的旅程 他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山脉的影子 于是选定了方向 就一往无前地走了下去 之后的三天当中 他都只是在气温凉爽的清晨和傍晚行走 白天的时候就会找悬崖 或者树洞等阴凉的地方躲避 晚上气温太冷的时候 他就用沙子埋住自己来保持体温 而在沿途中 偶尔能够抓到的甲虫 蜥蜴和小蛇 都成了他补充水分和营养的来源 就这样 他在沙漠中继续跋涉了三天 终于在他迷路后的第八天 他走到了一片绿洲 里面有一片灌木丛和一网泉水 他欣喜若狂 趴下去就猛喝了一口 然后就呕吐了出来 不是泉水有问题 而是因为他的喉咙和口腔 都因为剧烈的脱水而严重的肿胀起来 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吞咽的动作 他只能够躺在水坑边上 一点点地把水吸进嘴里 然后慢慢地让水从喉咙流进肚子里 几个小时之后 一名当地的老年牧民带着孙女赶着牲畜到这里来喝水 看见了已经瘦得像一副骨架的Morrow 把他们吓了一跳 但是很快地 他们还是给他喝了养奶 并且帮他联系了摩洛哥警方 就这样Morrow获救了 而当时他的妻子甚至已经在准备他的葬礼了 事后测量 在八天当中 Morrow在偏离了比赛路线之后 前进了整整289公里 这还只是直线的距离 他实际行走的距离估计有300公里以上 而在这期间 Morrow的体重减轻了15公斤 他的肝脏受到了损伤 让他无法消化固体的食物 只能够吃了半年的流食 除此以外 他的肾脏也受到了永久的伤害 加上大腿肌肉控制不住的痉挛 这些后遗症 让他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进行治疗和调理 才恢复到了自由行动的状态 而这些磨难都没有能够让Morrow放弃自己的爱好 在身体恢复之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继续参加自己钟爱的各种运动比赛了 尤其是让他差点死掉的Morrow哥马拉松 之后他居然又参加了6次 而且在2001年 他以46岁的年龄 还取得了第13名的成绩 真可谓是生命不息 折腾不止啊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再一次非常非常地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